今天我们聚焦的话题是维生素减生活中经常被提及,但又被大多数人忽视的重要营养素。 事实上,无论男女老少,维生素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。 首先,当我们一同回顾一下维生素的种类。 维生素ABCDEK分别对于人体的不同需求。 维生素A有助于势力,必从维生素则与能量产生息息相关。 维生素C对免疫力大有B、D和K则有助于骨骼健康,而维生素A则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。 缺乏维生素会带来什么影响呢? 研究发现维生素A的缺乏可能会导致势力问题。 如叶芒症,维生素B的缺乏可能会引起疲劳和抑郁。 缺乏维生素C,我们的身体可能无法有效地修复组织。 和更严重的是,维生素D的缺乏可能导致骨质疏松,而没有足够的维生素E和K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血液健康。 制造了维生素缺乏的严重后果,我们如何获得它们呢? 并非所有的维生素都能通过食物取得。 如维生素D,我们的身体在阳光下可以自己产生。 对于那些我们不能自己制造的维生素,比如维生素C,各种水果和蔬菜,比如橙子、草莓、菜花,是很好的资源。 而坚果和穀物则是维生素E的丰富来源。 这三届赋予我们丰富的食物资源去达到我们的维生素需求。 比如,不论是新鲜的绿叶蔬菜,五盐六色的水果,还是各种富含维生素B群的全骨类食品。 还有为我们提供优质蛋白质和维生素D的鲸鱼肉蛋,都是我们日常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除了饮食,生活方式也对我们的健康有重大影响。 例如,吃蛋的运动可以帮助我们保持心脏健康,提升我们的免疫力,并有助于维持正常的精神状态。 尤其是在户外活动,还可以帮助我们吸收阳光中的维生素D。 说到健康,我们不得不提及大脑健康。 我们的大脑是控制全身的中枢,而维生素对于大脑健康也至关重要。 例如维生素B6、B9和B12在保持神经系统健康中起着重要的作用。 它们帮助我们的大脑制造神经地质。 这些神经地质是大脑的通信者,帮助神经源之间的信息传递。 朋友们让我们经济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丰富食物资源。 通过健康饮食适当运动和积极的生活态度,携手共同打造一个更健康的生活。 要知道,每一个小小的改变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重大的赢。 使得达到充足的维生素摄入量并不困难。 只要饮食多样,就能满足我们大部分的维生素需求。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些维生素的信息,或者查看更多健康生活方式的记忆,请在下面留言并告诉我们,我们很期待能够更进一步帮助。 别忘了,均衡的饮食和规律的运动是维持健康的关键。 愿你健康,愿你安好。